台湾十棒啦啦隊 台湾十棒啦啦隊有點像是一個女團 好像有點像偶像的存在 像明星但是都沒有那麼有距離感 沒有看棒球的人她會喜歡上這個啦啦隊 跟著她一起走進球場 我是林湘 更多人認識我的關係是從 應援舞台上我擔任了四年的啦啦隊 我是學生時期的時候 就加入啦啦隊 2010年的時候 前三年我才開始正式轉換到幕後 變成舞蹈總監 我除了編舞之外還會帶領女孩 每週的排練的行程安排 在場上分配女孩什麼時候要上 什麼時候要做什麼 我們算是攔起球迷觀眾的一個熱情的媒介 帶給大家正能量 拉隊是氣氛擔當以及視覺享受的存在 帶來票房我覺得這是比較現實層面的 拉隊在圈本上的效果非常好 今年我們有兩個重量級的人氣拉隊加入 一個是林湘 一個是李多輝 新聞出來之後 今年度的門票開賣 那立刻就會看到一個很明顯的成長 這個環節很多 也許是我們球員認真的表現 或者是我們球場的服務設施 開發出了更多的星球 但是跟拉隊的關係也是很緊 球賽開始的時候會有開場舞的表演 換到哪個球員就跳哪個球員的應援 台灣以前的應援是走口號 就比較簡單 大鼓加小號 吹奏而已 現在比較不一樣的是它是用電子樂 每一個球員都有它的專屬應援 所以你每一個人都要記 還有大局歌 局間都還會舞蹈 真的是上半首 新音電子 剛開始就是有點像是JCAS 它就是一個小規模制 你只要把這一場跳好就好 然後拿到錢 沒了 就結束了 都要自己搭客運 去每一個球場 比較沒有人關接 只是大家知道說 甚至講那個一點就是有 有Showgirl 但是現在的拉拉隊不是 它是一個像一個team 它不只有工作人員 你甚至還會有經紀人 可能還會有業務 編舞 發文 一組 第二組 五 六 七 五 六 七 五 六 我們的練習基本上都是禮拜一 會練大概五個小時 你要花很多自己私下的時間在練習 每個禮拜都要學一支新舞 對於比較沒有舞蹈經驗的我來說 一開始就是真的還蠻跟不上大家的 在加入拉拉隊之前 我比較多是拍一些平面 我比較沒有站上舞台的經驗 我加入拉拉隊的那一年 因為我加入拉拉隊然後出寫真 被很多人開始關注 我運氣比較好 有在短暫的時間得到大量的曝光 除了拉拉隊的球賽應援之外 我會上節目 現在的演藝節目也很喜歡找拉拉隊女孩 久了之後也變得有機會可以主持節目 還有參與過電影的演出 然後我自己也有發行單曲 像很多喜歡表演的女孩子 她們就會想要加入到拉拉隊 因為講比較現實一點 拉拉隊其實是一個 你進入演藝圈的一個跳板 現在直棒拉拉隊有點像是一個女團 提供了一個很穩定 一年之中她就是有固定這麼多的曝光機會 那甚至還超越某部分的偶像團 第二個是拉拉隊本身的形象很好 因為我們跟運動緊密結合 一個清新一個熱血 這是一個對他們是有吸引力的 現在的話 門越來越窄 最明顯的是一個大型爭選會的出現 他們的主角 主角 台灣的角度 台湾 多分 又是一手 多分 野球以外 在台湾的地方 本人认为这些舞蹈的舞蹈 在日本的場合 拉拉队一人一人 可能会不会与其他人的舞蹈 在台湾方面 会与其他人的舞蹈 台湾是我们给予个别成员 有很高的自由表现的机会 它还有很多是可以 一个人的身份去从事的活动 或是代言 也许这方面的机会跟自由度 会吸引日本或韩国队员来台湾尝试 年纪到了 体力也开始下降 年轻妹妹也会一直上来 不只是你要外貌 你还要拼人气 还有你的周边商品要卖得好 我当时在当拉拉队的时候 也会觉得 哇 每年都加入新的队员 是好事 但也同时自己的竞争力 也会多了一分 心态不对的话 很容易就会比较犹豫 就会觉得 就是一直觉得我不漂亮 或者是永远都比不上别人 af 凯鱼 这一分都能归金 一囡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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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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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很短的時間得到很大量的曝光 但是伴隨而來也有很多比較負面的聲音 就是說什麼我跳舞好爛喔 這樣也是女神喔 我那時候還有一點微微的小小憂鬱 因為我想說哇原來有這麼多人討厭我啊 但好險我都調適過來了 這樣已經真的已經沒有什麼留言可以傷害到我 球員最重視的還是戰績整個球隊的發展 進來說我們最終會把這個地方打造成一個像比斯尼樂園的地方 你踏進來就能夠體驗到很多很多元的娛樂 吸引更多圈外的粉絲 進場來支持 最後成為我們的球員 相輔相成 因為他們都願意為這個球隊加油 當球員一打出去 他不會只是顧著啦啦隊好看 他也會跟著歡呼 雖然只是來看妹子 但是我會因為球場的氛圍 我跟著嗨起來 別人對於棒球的喜愛 這個會感染 可能這個人一開始已經看啦啦隊 那他會藉由這個愛上棒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